最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起特殊案例 美国一名19岁的赛族大学生 去年突然被送入波士顿马赛驻塞州综合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送到医院时年轻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并患有多种器官衰竭 试想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 到底是怎样的绝症将它瞬间摧毁呢 万万没想到的是 竟是一份在中餐馆购买的祭司炒面 有一位YouTube博主制作了一个12分钟的短视频 来试图向大家还原这个恐怖案例的前因后果 目前截止小编发稿时 已经积累了超过103万次的观看量 视频中称这位不幸遭遇截止的大学生为JC 他在发病的前一晚在住所附近的一家中餐馆 购买了包括鸡丝炒面和米饭等在内的晚餐 结果当晚并未吃完放到了次日中午 为了避免浪费 JC就吃完了剩下的饭菜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食用了其中部分食物 结果吃完饭不久 JC就开始出现呕吐 并出现寒颤 全身无力 呼吸急促 头痛 视力模糊和胸痛 当他的皮肤开始变子时 他的好友迅速把他送到了急诊室 而这位朋友虽然也食用了一些食物 但是出现了呕吐以后就感觉好多了 到达医院后 医生注意到JC看起来脸色苍白 焦虑并有轻微的痛苦 他发烧到了华氏105度 心率为每分钟166次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说 他的呼吸恶化 变得费力 并且发干 既由于血液循环不良或氧气不足 导致的皮肤发蓝 扩散到他的面部 胸部 腹部 背部 手臂和腿部 尽管通过静脉注射给他输液和氧气 JC的病情还是继续恶化 他的血压下降到了70 他的脉搏也被描述为微弱 随后他被直升机送往马赛诸塞州综合医院 医生很快诊断期 患上了由脑膜炎求菌引发的半血症 也就是身体对感染产生了极端的反应 随后脑膜炎求菌疾病 开始导致JC的肝脏衰竭 血液凝固 一切的反应导致其身体坏区 所谓坏区 是指因血流量不足或严重细菌改染 而导致的身体组织坏死 坏区通常会影响四肢 包括脚趾 手指 以及手臂和腿部 也可能出现于肌肉和内脏当中 而最终 这个不幸的年轻人 不得不将他的两条腿在膝盖下截肢 以及他的全部十个手指截肢 至于为什么 JC的朋友同样吃了剩下的饭菜 并无大碍呢 这可能就要归功于人品和自身抵抗力了 因为根据文章介绍 JC平时在餐馆中做兼职 并且还是个香烟爱好者 所以日常繁重的工作和不良的生活习惯 一定会是他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这番不幸的遭遇 虽然让他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没有了手指和下肢 这个年仅19岁的小伙子 未来的日子肯定会非常的艰辛 与此同时 这个真实的案例也给所有人都敲响了一个警钟 因为吃剩饭可能是每个人都曾经干过的事 甚至天天都在做的事 根据WebMD报道 细菌在室温下可以快速的生长 因此将所有剩饭剩菜存放在冰箱或冰柜中 就非常的重要 目前虽然我们还不清楚 JC的剩菜 在他使用之前是如何储存的 但显而易见 JC使用的那些剩饭 一定被脑膜炎求菌污染了 根据Public Health的数据 世界上每10个人中 就有一个人会携带这种病菌 但并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病症 一旦没有抗体的人感染 会出现症状包括高烧 颈部僵硬 精神错乱 皮疹 严重头痛 恶心 和呕吐 肌肉疼痛等等 由此看来 如何安全优雅的吃剩饭 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技能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 那就是细菌无处不在 但你又看不到 闻不到 也尝不到 所以为了防止食物中毒 咱们就要做到惹不起 躲得起 所有任何食物放置 三四天后都要立即扔掉 如果有一些食物明确会保留三天以上 那不如直接将其冷冻 同时在冷冻前 也要尽量防止剩菜被污染 尽量使用干净的容器来储存食物 最好将剩菜包装在尽可能密封 小且干净的小包装盒中 不要给细菌繁殖的空间 虽然冷冻可以减缓细菌的生长 但它并不能杀死它们 当我们解冻生菜时 细菌可能再次开始滋生 并使我们生病 此时正确的方式 重新加热剩菜就很重要了 对于所有的隔夜饭 必须加热食用 所有食物应加热到 华氏156度 以确保所有细菌都被杀死 快节奏的生活 使得我们不得不日常 面对剩饭剩菜 所以小编 真心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案例 能够引以为戒 可能我们经常吃隔夜饭 但从未生过病 但一旦病毒找上你 那可能就是一次 灭顶之灾也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